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抗日战争中 中共是中流砥柱吗 我们如何评价蒋介石 是民族英雄还是民族罪人 共产国际在中共战胜国民党取得政权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下面有请张宁 张宁 我向你提的问题是 您知道我们在谈抗日战争 在抗日战争中 中国的历史将核实说 中共是中流砥柱 那么这是否是史实 第二个就是共产国际是否像教科书所吹嘘的那么强大 它的战斗力又如何呢 共产国际的基本策略是让国民党去跟日本人打仗 而让中共呢 得到喘息和发展的机会 共产国际呢 就是上一集我们讲到 赤大林怎么样威逼利诱 然后呢 终于把蒋介石推到了这个抗日的权限 权力以赴的去跟日本人拼斗 而与此同时呢 苏联一直在向共产党数学打气 远远不断地通过内蒙 西北虽然道路艰难 但是呢 因为苏联当时在中国哈密处有四个团的红军 所以说它是能够把一部分军火 通过收买沿途的军阀最后送到延安 所以说呢 延安迅速呢 就壮大起来 实际上整个抗战时期呢 是共产党 就是中共迅速发展的一个契机 就是说呢 这是共产国际为了赢得的这个契机 而且共产党呢 实际上它吹嘘 它说他们是抗日的中有地主 但事实上呢 他们在整个抗日的当中 总共就打死了851个日本人 因为这个数字是非常准确的 日本人跟美国人一样 跟英国人一样 就是每个阵亡势力 他都是有记录的 都有明确的记载 正好无独有偶 我在美国的时候参观过三次这个墓碑 在美国给人领向最深刻的目的 都是退伍军人的这个目的 比如说华盛顿的阿灵腾公墓 威为壮观 那里面的布局 那里面的这个 甚至那个整个的那个气势 你就感到就像一片潮水一样的 这个你能感觉到那些年轻的生命 他们的灵魂仍然处立在那个地方 就是说呢 那个整个设计呢 是非常感人的 震撼人心的 而后来呢 我正好巧得很了 我到洛杉矶去领取一个这个汉卫言论自由奖子的时候呢 我又参观了当时的一个纪念日活动 参观了洛杉矶的墓碑 最有意思的是 全世界的墓碑的墓碑呢都是足立的 而洛杉矶的墓碑呢是躺着的 所以当时我发了很多推文 我说这个美国各个州各个地方的人 的确都像一个国家一样独立 他们都有自己的设计 比如墓碑 全世界的墓碑都是站立的 足立的 但是洛杉矶的墓碑为什么躺下呢 因为他们认为 让已经去世的人安齐地躺在那里更舒服一点 这可能是一个更舒服的姿势 具有更强烈的象征意味 还有呢 实际上我最另外呢 我参观过纽约的好几个墓碑 大概至少有三个墓碑我都进去参观过 因为其中很多都是退伍军的墓碑 实际上最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阿灵顿公墓里面 还有朝鲜战争纪念碑 还有这个越南战争纪念碑 但是最让我震撼的是 不仅美国有国家性的那种纪念设施 而且呢 它每一个州都像一个国家一样 都有四级的纪念设施 还有它甚至每一个城市都有 甚至每一个区都有 因为几天前的时候 我们这附近有个CORONA公园 应该是 有一个KCONINA公园 是一个原始森林 恐怕你也听说过 那个地方是我最迷恋的地方 我一般来说每周都尽量去一次 我喜欢那的幽静 就是纽约呢 虽然是全球首居一指的大都市 但是呢 它又保护着许多的原始森林 就包括中央公园 曼哈根的中央公园 很多地段都几百年没变了 我参观的这个CORONA公园 至少有一部分 应该有几百年历史了 就在那个公园旁边 我惊讶地发现了一处纪念碑 皇后区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 那里面刻着每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纽约市 纽约州就是美国 纽约州 纽约市皇后区参加朝鲜战争 每一个阵亡者 遇难者的名字都镜刻在上 所以说呢 实际上关于抗日战争史 国共两党都没有真正的记录 他们都是喜欢这个 就是编造硕制 夸大硕制 或者缩小硕制 喜欢就是说 以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眼光 来愚弄四人 他觉得没有必要诚实的对待四人 只有日本人在这方面呢 他是出于本性 就是说呢 他非常严格的一场战役 死了多少人 伤了多少人 都有严格的记录 而且每个地方都有记录 我们知道 日本大概有几万个神社 除了靖国神社以外 他有几万个神社 应该说每一个厢 每一个县 都有自己的这个纪念碑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乡里 有25个人 在什么战争当中牺牲了 他会有一个纪念碑 然后呢 就跟纽约跟美国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非常详细 非常细致 所以说日本人 这个统计的日本史学家 公认的这个850亿元 史与共农之首的这个记录 是可信的 因为这个是有根据的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就回头就讲一讲 红云的这个战斗力 他最实际上有名的两场战争 在亮剑这个电视剧里面 就说到这个官家脑战役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最著名的是北韩大战 因为那时候呢 日苏之间正在争纷 斯大林全力以赴的原主 蒋介石抗日的公司 也面对官家脑战役 被触及 所以呢 在这个苏共的指挥匠呢 中共呢 组织了 1940年组织了北韩大战 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些 当时的具体记录以后 我大肆所望 北韩大战的时候 一个 这个八路军的一个团 大约有1500人左右 他们 而他们攻打的 他们的每个团任务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就是攻打一个日本港楼 一个日本港楼 只有十几个日本人 一般来说上面呢 就是有一艇轻机枪 有时候连一门小炮等 有时候有一门小的这个派击炮 然后就十几个日本人 就守在那个港楼上 一艇或两艇轻机枪 然后呢 其他都是385枪 然后就这么小的一个小港楼 八路军1500人 就是兵力是整整的100倍 常常是大三天三夜打不下来 就是绝大部分这个 呃 所谓百团打不上 实际上没有100个团 但有好几十个 好几个团 是大部分团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他们只不过是把铁路给拔掉一截 或者把公路给破坏了 或者等等 都没有人日本人的地方杀他一年 就是说他的战斗领子低下 在人类历史上都超不到 比他们更无能的军队 比共产党更无能的军队 打一个港楼实际上是相对很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有点智慧的话 因为日本人 他一个港楼十几个日本人 他那个设施军事活力是非常有限的 你要让我去打的话 我可以保证把他打下来 不管是他的子弹筒也好 他的什么也好 我都有办法 这个过去的这个古代的这个军事家 你对付这样的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敌人 你只要做一个像样的这个攻势就行了 因为你不能靠人去那么论打论从 你肉体当然敌不过强弹 他有个港楼因为他很坚持 你手的弹对付不了他 炸药也对付不了他 那你怎么办呢 你只有就是倒跟前跟他进战 你只要做一个像样的 就是车辆手推车 车上面门上那个 能够对付他的这个机枪的这个东西 然后逼近他 然后就可以摧毁他 但是共产党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都是一帮的愚蠢愚昧的 像牲口一样愚蠢愚昧的这个冠军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 他也不了解人类的军事史 也不知道怎么样跟这样 褒雷作战 褒雷作战 你首先你也要有 比如说你工程 要有工程力气 你要因地制宜 你要找出办法来 但是共产党军队不具备这个能力 他也没有应变能力 所以说呢 他这种战争呢 北团大战呢 实际上总共就大概打死几十个日本人 全部范围里 就是说出动了十几万人 打来打去 打了几个月就打了几十个日本人 简直都是笑话 人类军事史上的一个笑话 就显示了这个共产党的无能力 实际上 共产党一开始在江西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万 也就被国民党二十多万军 给打得打败溃逃 逃跑了两万里路 一两万里路被称为 他还吹嘘反过来吹嘘他是长征 现在再讲到这个抗战争的 另一个著名的战役 官家脑战役 官家脑战役呢 不能绕过去的 共产党还有一个吹嘘的 所谓的这个 那个平行关战役 就所谓 后来又把它描绘为 平行关这个会战 平行关战役 共产党的这个史上有三种说法 一开始的说法比较含糊其次 后来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里面呢 说平行关战役呢 消灭了日军 百元使团 逐力四千余人 然后在中华人民 中国解放军军事里面说呢 定稿 最后的定稿呢 说 签灭了日军百元使团 百元旅团 一千多名 精锐 但是事实呢 却很清楚 总共就是一百六十七个日本人 日本兵 而且呢 这些日本兵大部分都是汽车兵 因为当时前线 正在前线作战的百元使团呢 他需要这个绵大衣 天冷了 他们突然动了钥匙 所以后方呢 就不顾一切的 在没有后备的情况下 就送过去 而且呢 正好又赶上下大衣 因为日本那个汽车呢 只有几十辆 其中呢 还有几百辆大车 都是他们那个日本人 顾着中国的农民工 就是赶马车 比如说一辆马车 我给你二十块银元 你给我赶几条马车 送到前线去 我就给你二十块银元 这是一笔赚钱的买卖 那中国农民都是 费用钱去帮助日本人 协助日本人运送军大衣 这场战役 我看了仔细的几个 总共就一百六十七个 当时最有战斗力的日本人 他们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商兵小队 就相当于三十多人 他的小队呢 相当于一个牌 因为呢 他们还有一个护卫队 有三十多人 总共就六十多人 其他人都是开汽车的 其他的就是说 一百个人左右都是开汽车的 然后八路军呢 出动了两万多人 本工只一百多个 就是六十多个日本人 有战斗力的 另外呢 再加上一百个汽车兵 只有手枪 连个步枪都没有人 居然从早到晚 打了整整一天 他们总是 韩国七十的原因呢 因为他们确实 踏实了一千多人 其中他部分有八百个人 都是赶大车的中国农民 他们也把他们当成 日本人一样 全部给消灭掉了 人家就几十感像样的 这个成枪 你八路军两万多人 打一天 你再没有别人丑恶的 你还成为大姐 而且打的人后勤不定 一开始计划获得呢 就是大概有 几千建军大衣什么的 后来又吹嘘 但是你要看他的这个战事 里面 他从来不提到 他缴获了一群重机枪 也不提到 他缴获有没有小炮 如果要是百元石团 四千多人 或者一千多人 他肯定有这些装备 但是八路军在这个记录里面 甚至都没有提到 缴获了什么武器弹药 之类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运送 这个明纳鱼 主要运送明纳鱼的 一个支撑品 和其他军需物品 一个后勤部队而已 另一个就是我们需要重点谈的那个关家脑战役 关家脑战役呢 共产党实际上常常闪烁气齿 那些当然二百五的这个编剧 他会把它当成一个重大的战役 他的确是共军使用的一个重大的战役 就是一百多个日本人 偷袭这个八路军走步 把黄牙洞 八路军在黄牙洞 总部的军工厂会吹奥 然后呢就迅速撤退 这个沿途呢都有几万这个八路军 但是呢都好像没有能力 既没有能力挡住他们 也没有能力拖住他们 所以喷得快打弄 就是亲自率领 大概两万多名八路军 轻追不舍 发誓要把这一百多个日本人消灭掉 因为这一百多个日本人呢 他也没有跑太远 因为跑太远他体力上来瘦了 他后面呢还有一支小部队 就有三百多人的一支部队 资源呢 后勤资源 就是说呢给他们比如说背东西啊 这什么做好 先建立秘密建立了一个后勤之地 就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关家脑 所谓关家脑呢在北方呢 就是相当于那种脑的意思 就带有一种窑洞群的人的意思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窑洞群 我们都知道沿岸窑洞 那个太航山里有很多窑洞 他就是一个窑洞群 由上百户人家窑洞 上百户窑洞 然后日本人呢就在那里面迅速的就是挖掘改造 用几天时间呢 形成了一个守 就是保护自己的王 那一百多人一来了 来了以后呢 大陆军已经前后把他们捆到一组 就铁桶般的把他们捆住了 两万多人 然后捆到怀呢 当时是作为这个总指挥官 他自得意满 就是说我们终于逮住了 大概后来侦察也表明 跟他们的相谋合 大概有五百多日本人 毛泽东他们就下令 说你们两万人打五百个人 应该没问题吧 二十个打一个消灭了他们 而且他们也没有做武器 也就是三八四大概枪 重温枪之类的 连个炮火 因为腰动力一样 没有太阳都三驱作战 就是日军 为什么他中国大弹地区 他不去了 不去了 因为后营已经攻击不上 炮弹子弹什么的 现在战争 它是一个后勤战 它是一个运输线 是一个流水线作战 你要不停的运输武器 所以日本他打破中国地区 实际上他都没有射击 像那个山区呢 刚才那个八道边那个山区 日本人轻易也不敢进去了 因为进去以后 他炮弹子弹什么的运不过去 还有弹药武器 也今天需要裁换 需要这个换新 然后呢 八路级就开始 两天两夜不停的猛攻 两万人 就是中间分成 比如说因为他那个地方太小 不可能两万人都压了 几千人一波几千人一波 就是不停的去攻击 结果两天两夜 打开来过以后 后来有两千多日军 从附近的在遥远 有几千路上的地方赶过来 八路级最后一减点伤亡 发现自己死伤几千人 基本上就是两万人 不得上市的战斗力 只有逃窜了 他们给日本人造成了 多少省伤呢 就几十个日本人被打死 就死伤总共只有几个日本人 日本人的战斗力 没受到什么血 就大部分很冷身的存在 这就可见八路级 简直就是人力历史上的效果 他没有战斗力 还有很多中国的史书上都说 苏联是抗击德国人 对中国几周 欧洲战场上的阻力 实际上这也是效果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希特勒一开始 发动巴巴罗斯战役以后 简直就像 就以分卷成云的知识 来横扫苏军 因为苏军的规模 实际上比德军的规模 要庞大得多 我印象最深的是 当时的那个德军的南方集团军 去横扫那个 就是苏俄的南方集团军 因为他们双方都是 分成这个南方北方和中央 三个大的集团军群 南方 那个德国南方集团军呢 只有600辆南克 就是克莱斯特上将率领的 坦克第四军 仅仅有600辆 但是他的对手 好像是不穷也不知道 哪一个元帅率领的 大概有5000辆坦克 600辆坦克竟然把5000辆坦克 几乎全部的击毁 获得俘虏 然后几十万德军 居然能俘虏一百多万 这个能打垮两百多万 这个俄军 然后还把其中一百多万 都抓了俘虏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也就是说苏军呢 实际上当时呢 是尽管他比德军大概规模 要三倍左右 但是他不堪移 但是呢 为什么后来出现了转机呢 很简单 因为当时英军 已经大量的军事援助去了 随后美军的援助更近 随后呢 就是在日本偷袭珍珠关以后 大量的美国军员 就进入了这个苏联 那个军员达到什么程度呢 那个数字 你看起来都冲击 仅仅这个卡车 军用卡车之一项 就有几 五十多万辆 五十多万辆卡车还得了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德军当时的只有几万辆卡车 也就是说德军 他失败在除了清气寒冷以外 还有一个 他的这个四倍经常 手套都没有 他的这个动的 手指头都冻僵了 冻掉了 没有柴火 没有燃料 汽油也缺乏 柴油也缺乏 什么作弹区域都缺乏 人生病了 或者打伤了 也不能及时拿到后患医院去 休养治疗 前线就要播出很多士兵 去照料他 给他生活 给他治疗 给他就是说 照顾他的健康和生命 也就是说呢 德军实际上 在这个前线 因为苏联 他的土地非常辽阔 而且他跟欧洲相比 他是一个非常原始 大部分地方没有道路 这也是 齐德勒和德军司令部 他们从来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 他们认为在苏联打仗也跟欧洲打仗一样 道路四通八达 摩托华军得一用 呼啸而过 其实到了苏联就发现 到处都是很原始的荒凉的地方 但是在这些地方呢 苏军这时候去有了大量的卡车 就美国援助的大量卡车 能够把大量的兵员 新鲜的这个食物 把这个各种各样的弹药 武器不断地运动到前沿去 所以才有了斯大林格勒 这个战役的这个反击的这个声音 应该这样说 这90%是美国人的功劳 如果没有美国人提供了这些武器的话 苏联人被这个西特勒征服呢 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他根本没有战斗力 所以说呢 共产党军队呢 他是这样 苏军呢 他的战斗力呢 弱到什么程度呢 他一千一百多万军队 去攻打芬兰的时候 芬兰仅仅只有五万人 而一开始出动了 五十多万人攻打的时候 芬兰只有五万人 居然五万人打败了五十多万 后来是大量不得已 又派出了几十万 组成一百多万打赢 打到最后 也就是把 也只是把对方逼向了谭曼座 他的这个无能斗地 他只是靠苏联的这个庞大而已 当然苏联后来呢 他主要是占领了东德 他占领了东欧 然后呢 他就能利用 杰克斯洛伐克的工程师 东德的技术 他就改善了他的这个装备 但是呢 他在这个职场 仍然是虚弱无能的 对中共军队呢 就更加困难 在抗战战当中 实际上他们主要呢 是第一呢 是硕士蒋介石 带领国民党军 去抗战 第二呢 他们自己呢 是拼命的人 这个抢战的地方 建他们自己的武装 而且呢 共产党军队 尤其是中共军队 从来都没有什么 真正的战斗力 赵林 我们再来谈谈蒋介石 因为蒋介石啊 在1949年以后 中共对他的污名化的宣传 所以大家认为 他是一个独夫民贼 但是近来我也发现一些现象 就是大陆又开始新奇 蒋介石热 也就是蒋介石日记的出版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蒋介石 是一个民族英雄 那么在你的眼里 蒋介石 你又如何评价呢 你说的这个过程呢 我很早就都经历过 而且都是很多年 因为最早呢 我一旦认清到了 共产党的这个恶劣性质 和它的邪恶本质之后呢 我当然就起庆于国民党 然后我就开始收集 关于国民党 关于这个中华民国 甚至包括申中山的 所有的这个信息 那时候我对于这个 民国这一段经历 我还是充满了一种崇敬之心的 对于这个三民主义 对于这个蒋介石 也是比较佩服的 因为相对于共产党而言 他们的确要优秀的多 就是说不像共产党人 那么恶劣那么邪恶 但是呢 这个经过了这个 长达硕士年的这个 这个思考 分析和对比之后呢 我渐渐现在觉得呢 蒋介石称其量只是一个 法西斯主义者 就是他是一个 非常单纯的民族主义者 而且呢 他的眼界 他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 首先是他的眼界有限 比如说他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个崇洋 什么 对这个盲洋民的 这个心血的这个崇拜 还有对这个儒家思想的 这种推崇 应该这样说呢 这本身就是很荒诞的 这就是反应 这个八国链接以来 中国的自由化传统 而且呢 我后来仔细研究 早期呢 就发现蒋介石完全是 实际上是相当的 苏联克格国在中国的 胡云军的一个军事首领而已 他从来缺乏一种 就是作为一个被别人 就是一个经理 就是蒋介石是做经理出身的 我们要记住一个经理出身的 跟一个老板 是两码事情 大部分经理 是没有能力做老板 就是你一旦给他 放到老板的位置上面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也知道 百分之九十九的经理人 不管是总经理 还是副总经理 还是部门经理 他们是没有资格做老板 一旦把一个企业 交到他们手上 他们百分之九十九 都会把一个企业搞坏 因为他不具备那种健全的能力 他总有某种缺陷 总有一些东西 他不理解的 不知道的 或者不明白的 意识不到的 他就常常把一个企业 能够搞垮 在历史上这种事 比比皆是 也有大量的经理人 最后跟老板不合了 那样 愤怒出去自己创业 觉得自己能够活翻 换一次 像百分之九十九 最后 都是把自己当经理的时候 辛辛苦苦赚的钱 全部赔给了金光 然后回过头来 又去打工 这样的历史应该占百分之九十九 因为他是以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眼光 来看待问题的 蒋介石也具有这个指令缺陷 比如说他始终都分不清楚 他的一生当中 一直到六十年代以后 才能清楚 苏联是个主要敌人 那时候他已经是 到进入垂暮之面了 而在这之前呢 他始终不清楚 苏联才是他主要的敌人 他居然把日本当中 他的形势 实际上比张作霖 当年的形势要宽容得多 张作霖在东北 能够玩得分身水起 就是说张作霖那时候 他非常清楚 这个苏俄是他的敌人 是不共戴军之地 所以他全力以赴的方向 而日本呢 就是他的伙伴 跟他是平等的伙伴 所以呢 张作霖在东北的时候 东北既没有什么满洲人 重建满中国的运动 也没有说日本人 要强占张作霖的地盘 或者跟张作霖的军队 发生冲突 而且在这个期间呢 张作霖能能够把 东北的军事临业 从零建设到 占中国的80% 也就说如果要说 那吸引外资最成功的是谁呢 那么在中国的这个军政领导 最成功的应该就是张作霖 在吸引外资方面 在发展这个中国经济 发展军事实力方面 最成功的是张作霖 因为其他呢 像上海香港的那都是英国人 打下来的地方 他通过战争以后呢 然后他们通过经营租借 来使他们成为中国经济的 重要的这个重政 但东北就不通了 东北的那大量的那个经济 实际上是张作霖 主动引入的这个结果 引进日本投资的这个结果 实际上张作霖呢 因为日本呢 他实际上是很特殊的 这个世界上 实际上有200个国家 只有一个国家 使用大量的汉字 其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使用汉字 韩国大概只有使用 你比如超选 一个汉字他都不使用 台湾 那个越南也是禁止任何一个汉字 新加坡也有什么 他的官方语言也都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 我有一直碰到一个日本记者 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我惊讶地得知 日本人居然 目前还在使用 3500个汉字 所以说从文化上来说呢 他是唯一在这个世界上 200多人 我家唯一跟中国有的一系 跟他打仗成绩对立 实际上就相当于 跟自己的这国 最近的一个亲戚 他的近 近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我们跟 实际上中国人跟日本人之间的 这个新民党文化 他的距离 我们跟西藏人跟蒙古人 跟新疆人的距离要近得多 因为这个汉藏文化也好 我们跟蒙古人的文武文化也好 文字也好 都是各个不同 因为几千年来都处在战争状态 没有什么通路的余地 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基础 互相之间都把对方当成情绪来看 几千年来一直都是 没有日本人跟中国因为割海相望 所以才产生这种特殊的文化交流 所以说呢 日本本来应该成为中国人最好的朋友 第一从文化角度而言 他是中国人最亲的亲戚 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亲戚 我们都看到 美国通过本约通过一系列决定 在这个世界上 两百多个国家当中 应该说百分之七十的国家 都是美国的朋友或者没有 中国在这个世界上 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朋友 中国将来如果要是 就像那个当年 大清帝国向世界十一国宣战一样 全世界都在打中国 如果明天中国要再次向十一国宣战的话 那仍然是全世界都在打中国 中国没有什么能力 没有哪个国家说 我们坚决跟中国站在一起 跟你打招 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一百个国家 他说美国为了你跟谁做招 我就坚决跟你站在一起 因为我认为你是对的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说 中国你是对的 你跟任何一个国家打招 我跟你站在一起 跟你并肩做招 一个都没有 就现在你更是这样 就是非常孤立 所以中国的这个外交呢 只能花钱去收买人 人家人家看在钱的份上 短时间内能 平平一点交换 政治交换或者外交利益 外交上的交换 或者在一些人权委员会啊等等 在一些联合国会议上 给你一点支持 别的方面 或者给你点面子 承认这个什么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等等等等 搞这些这些虚假的东西 他主要的目的是想骗中国的钱 就像那个 贝利贝利的那个总统一样的 他这样不会的说 就是因为中国有钱 我就想拿到没钱 就是这而已 实际上世界 凡是跟中国有外交关系的这个国家 或者关系亲密的国家 都是抱着这个事 所以蒋介石呢 他分不清楚 谁是他的金额 谁是他的朋友 所以呢 轻率的就投入了 举国动员 去抗日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这个错误 而且呢 他这样抗日呢 正好呢 应该说呢 他一方面消耗了 这个把国民党政党的这个精英 给消耗掉 消耗在战场 另一方面 对日本的国力也是一个消耗 然后 他就等于帮助了苏联 稳住了东方的这个形势 使得苏联没有后部自由 能够 因为日苏 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后 这个 就是日共 日本人与共产党 共产国际 打成秘密协议以后 共产党也就停止在中国战场 战场抗日 然后苏联呢 就把这个 本来用于防御日本的 一百多万这个远东战争 全部撤到欧洲战场 去跟 纳粹德国打仗 所以说呢 蒋介石呢 应该他做到的 他做的这个事情呢 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中国人的根本利益 而且呢 他本质上是一个 极权主义者 就是说 他对于民主跟自由 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理解 所以他到台湾以后呢 也没有真正的推行 任何这个民主化 尽管只是在美国的保护之下 美国也不断的向他强大 施加强大的压力 但是他始终呢 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抗日战争呢 应该这样说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一场战争 实际上当时 以中国当时的危险状态 中国应该 如果蒋介石稍微有一些 外交才能的话 蒋介石从来都不懂外交 他有一点外交才能的话 他当时应该 亚洲当时有一个国家 就是泰国 泰国是亚洲唯一一个 没有就是说 跟西方爆发严重的这个战争 也没有被西方持民过 占领过的 唯一一次呢 就是日本军队曾经去占领过他 但是呢 那是他邀请的 就是日本的大阪第四四团 日本的这个军队 实际上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他们也蛮蛮糊 就是泰国呢 这个王子呢 是精通外交的 是亚洲最精通外交的国家 他几百年来始终保持着 独立自主义正义 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实际上泰国就证明了 亚洲许多国家被殖民 被占领 就是第一呢 是因为自己 太愚昧 又太野蛮 两者缺一 西方人不会去占领 因为占领你 实际上在 因为亚洲呢 特别东南亚这一块呢 距离 国家的距离 从地理上是最较远 他要穿过这个 好望角 南非的好望角 才能够 就是绕大半个地球 才能够到达中国 他从地理上是最较远的地方 所以说呢 占领 控制 运送兵力来作战 是都尝试的 所以西方也没有这个 尤其英国人后来 他在美国独立以后呢 他基本上 不愿意去扩张 他的殖民地 所以那时候 很多国家都主张 把中国这个 就是分裂 然后大家各站一块 尤其是德国和俄罗斯 急急忙忙的 就想把中国给分掉 大家西方国家 每个国家翻一块就算了 但是呢 阻止这样做的 他们这样做的 就是英国 美国 还有这个 日本是出于一种亚洲人的共同立场 美英呢 是美国呢 当然是出于他的 这个人民自觉的这种意识 而英国呢 就出于了一种 他的经验 就是说 他意识到呢 这个大部分国家 还是让他独立自治更好一点 就是说呢 不进行战争 更有利于人类发展 不进行这个争夺呢 更有利于大家能够共赐 所以说呢 蒋介石呢 当时对这个局势呢 始终他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 他是应该说是稀里糊涂的 就这么卷入了这个 对日本的城市作战 把中国人 因为本来那个二战的事实际上是 如果不跟日本人作战的话 他不去抗什么事 而是抓紧进日本人 把日本人变成一股健康力量 引诱中国 投入中国的经济建设 同时呢 让日本人帮助他 建立一支强大的这个军队 去对付这个苏联的颠覆 和渗透企图的话 这才是正确之旅 但是呢 他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这个道路 把中国人带向了这个灾难的深渊 当然死作恶者是共产党 是共产国际 但是呢 应该配合者 就是蒋介石 他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以及目前看来的第三次国共合作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赵林 你这个观点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因为我在想着日本人打过来了 要侵占中国 中国人抗日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个事 你却说是要建立一种外交关系 把它变成一种和平或者正义的力量 去建设中国 所以这个我确实还需要理解 将来我想我们有机会 我们对这个问题再探讨一下 我想问你的问题 因为我看到你一些文章和一些讲话 你曾经说到一个观点 你认为是共产国际的联军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打败了国民党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 应该是卡尔战争结束后 应该是发生了内战 通过几大战域 包括林彪组织的战域 最终共产党夺取了政权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看法呢 我对这个解放战争史呢 很早就注意它的一系列战役的特点 因为它的主战场是在东北 东北的这个地形呢 实际上是不利于国民党作战的 因为它的国民东北的北面是苏联 东北的南面就是朝鲜 这两个地方都是共产国际的地盘 我对这个东北这个战场呢 是长期的呢 就是一直留意这方面的这个信息 我后来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吉尼城的一个 就是政协副主席 他是一个就是抗美援朝战场的 一个部队的一个所谓的首长 然后呢他回国以后呢 就是长期之地研究 抗美援朝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呢就引发了 他对于这个早期的 这个解放战争的兴趣 因为呢这个朝鲜人的意志坚持说呢 在他的国家纪念碑里面强调呢 他说抗美援朝第一 主力是我们朝鲜人民军 第二呢他说由于我们在中国的决定性的 这个东北战场上面打败了国民党军队 就是说呢建立了共产党在中国的这个政权 所以说呢后期他们给我们一些回报 所以这个吉林省的这个政协副主席呢 他就沿着这个线索仔细研究 东北的这个战场的史 就是国共内战史 他惊讶的就发现了 的的确切当时有超过20万人的 朝鲜及日军在东北作战 打击国民党军队 因为这个日军呢在中国战场的时候 当时呢后来人统计硕士表明 总共有70多万的韩国和朝鲜 日军就他们都作为日本军人 在中国和东南亚一带作战 后来呢战亚战亦结束以后 这些人作为受害者没有受到战争 审判就回到了这个国内 而金日成尤其是这个 北方的这个共产党政权 他非常害怕 这几十万这个朝鲜及日军造反 所以呢后来呢 中国呢正好呢 这个苏联人有经验 很快就知道金日成 把他们利用起来 把他们征召到部队里来 然后重新征召到部队里来 然后派他们到中国去作战 跟这个国民党作战 因为这些军人呢 他苏联的史上是在武器 而且呢战斗经验非常丰富 所以说呢 他们的战场起了重大的作用 而且呢最近的这个史料 越来越多的表明呢 实际上在东北战场 打击这个国民党军队的 不仅仅只有20万 实际上这20万就足以打败 国民党军队 然后呢还有将近10万 这个苏联的这个红军亚裔军人 就是以前所谓的抗联 有几万人五六万人 大概五万到十万 宣后投靠了苏联 苏联给他拼入了红军 拼入红军呢 但是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 他把这些还给了中共 然后呢这些军队 也是一直强大了 另外呢最新的资料表明呢 还有至少20万 日本的技术和后勤兵种 因为当时呢 那个东北战役 就是那个大战结束的时候 苏联在东北呢 俘落了好几十万日本人 把这些日本人送到 这个西伯利亚森林里 在那伐木 后来呢 苏联人想利用他们 就跟他们集体谈判 就说你们愿意到中国 打两年仗 然后就挥火 还是愿意在这个地方干到事 当然那些日本兵 很宁愿到中国战场去打仗 而且呢 跟他们的要求是 不让他们到前线去拼尺刀啊 去端步枪啊什么的 他们主要使用一些炮火 使用一些的重机枪 或者做一些的工兵 或者呢 做一些战地医院的防卫兵等等 然后大概有20万弗罗 参与了就等于解放军的这个后勤和重武器的这个使用 就是那个解放军的38军里面 始终里面 那个在日本到现在还有一个联谊会 这个联谊会据说有几千名日本人之多 先后有过几千名日本兵 就他们参加中国军队的一个军队这个作战事业 就是所谓的这个作战 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东北战场 爬戴国民党的战争呢 是苏联国际统一指挥的 最近是叫克罗尼奥的一个苏联中将指挥的这场战役 就是东北战役 整个是他指挥的 而且他手里面呢 你看 除了这个 我刚才讲的二十几万朝鲜集资局 还有二十万日本技术兵种资源 另外还有十万亚裔护军 另外呢 东北当时还有 可以武装一百万人的 原来日本关东军留下的这个武器 这些武器呢 实际上是非常适合于中国战场 这些武器呢 应该这样说的 在中国这个特定的战场里面 比每只武器要好 所以蒋介石呢 他盲目的把他的那些最精锐的部队 比如说他的五大阻力 三大阻力都派完东北战场 把他的精锐部队 轻型部队 低型部队 阻力都派到东北战场 是一个严重的这个事册 他在远离自己后方的地方作战 而且他使用的那个美式装备呢 也不好 美式装备呢 当然要能先进了 他比日本装备 先进 比如说就拿枪子来说 美式卡定枪 他能够速射像冲门枪一样使用 他好像很有战斗 对他起来 因为中国是没有后勤供应 是道路交通非常原始的国家 就是说呢 军队得不到后勤保障的情况下 士兵必须节约子弹 三八大盖枪 打一枪 就是逼得士兵不得不 瞄得很准 才射出一发子弹 因为他打了不转的话 敌人怕了就可能 给他把他打死 所以每个士兵都有强大的压力 要瞄准射击 但是使用卡冰枪呢 就可以进行压制性射击 这种压制性射击呢 第一卡冰枪的射程不如三八大盖 第二呢 它是压制性射击 会浪费大弹子弹 所以国军呢 常常是缺弹少掉 反而不如这个使用日本武器 适合于中国领土作战 主要是因为后勤供应不上 因为美军呢 他不存在这个 他也不需要这个枪支的火力 范围有多元 因为美军的火炮非常优势 因为美军的这个后勤能力非常强大 比如说他在海上 他有大量的舰艇 能够保障后勤供应 在路上他有大量的卡车 也能够保障后勤供应 但是国军两军队都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 所以说呢 他使用美式装备 还不如使用日式装备的 就是东北野战军 也就是所谓的中国人军解放力军 第四野战军 而且呢 更何况几种力量 在苏联人的指挥下 这是决定性的战役 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这个 蒋介石的主力军队 所以到后期的这个作战呢 实际上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因为他主力都被消灭了 国民党实际上 蒋介石真正能够指挥的军队 尤其能有作战力的听到话的军队 也就从来都不超过一百万 而在东北就干到了一半左右 剩下的军队分布在全国 已经无力抵抗的时候 就是解放军了 所以说呢 中共军队并没有真的强大的战斗力 关键性的战役 应该说是 共产国际指挥的以上几支军队大的 而且呢 这一方面的实施呢 实际上随着将来苏联档案 俄罗斯档案的组件开放 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弄清楚了 这段真实的历史 俄罗斯档案的说谈